好,歡迎收聽今晚的動漫無雙,我是主持雪靈 又懷疑了,鏡花先生 我們今集有多少特別 介紹一個有比過往每年都會有的動漫節 而且應該都會有非常多東西買的 對,都會有非常多東西看的 陣容真的不錯 應該說這個 event 事別三日暫時來說 聲勢就刮目相看 像是他一堆人過江過來的 對,就是C3充滿動漫節 不,大家沒說出來 因為我看大家搞這麼久都不說 大家正在做地方 但不如幫一些不太知道C3的聽眾解答 C3是stand for什麼 因為是C4的11代 我想不會有人這樣想 他現在給什麼反應 簡單來說 他會是一個日本那邊的大型event之一 日本當然除了comicare這些 春夏二祭,冬夏二祭之外 當然還有其他event 就是dream party或者C3 當然有不同的性質 這個來香港 其實他都會有比過往動漫節 他會有一定份量的動漫代表公司 有些商品公司 或者其他不同類型的公司 那就不會是一個完全消費性的 其實可以說是 香港比較少見 他會有日本動漫文化 或者其他 也會有商品 也會有業界 其實你可以說 以往我們在香港 你說 建開的動漫節 其實會比較少一些 所謂 比較新的消息 或者一些情報 或者一些 叫做原話的展示 或者選擇第一手的資料 對 第一手的資料 其實CV 其實就會比較 除了一些最新的商品之外 另外方面 一些情報向的東西 其實都會有公佈的 其實最簡單一句 大家在動漫節 基本上不會見到 會場限定 或者提早發售這些 但在日本大部份的 都會有這類產品 而正正上 香港的私人也都有這些 也要補充 剛才說到這件事 因為動漫節 很多時候 都雖然你見到那個Counter 但簡單一點 舉個例子 例如買Figga的售屋 Cortable Keyer 它來的單位 你會找不到這個名字 那你會見到什麼 你會見到Agergo 是代理香港 即是香港代理公司 某程度上 它所發放的資料量 或者是它的一些 營運模式 或者是它最新的程度 一定不會及到 C3 這次是由日本 直接公司做的負責 其實C3 這次都不是第一次的 其實呢 在2009年 在2009年 曾經第一次 叫做 試行版 試行一次 看看可不可以成功 江崎時 我記得我們 我們都會去排隊 我們都會去排隊 都買了很多東西 他們還以為我去整股 他 完全不知道 這個開放時間 其實我們那次都入手了不少 我記得 那時候我不是主持人 但我記得我自己入了一本 就是 河心政治和江瑞莉莎的簽名 江端莉莎 江端莉莎 上次有河心政治會來 這次也會有 上次有些部份的商品 包括了一些什麼 就是 日本那邊的 可以說廉道的 動漫大戰 東京動畫展 即是 TOKYO ANIME FAIR 那邊的每場限定 也都同一時間 其實僅僅是試行版的C3 都已經在匯入一買了 當中包括一些 限量500的產品都會有 所以其實同樣道理 這次的香港C3 正式版 應該更值得零期待 我們說到 今年現在是C3 其實有些什麼 值得大家注意 倒立 戰前倒立 戰前 看看大家有什麼需要 即是我們化身為一個 魏Comic Catalog 東西館 沒錯 一如以往 剛才說到 有些動畫公司 剛才說到 河心政治 當然這句話說到 Marcox那類的東西 Marcox負責動畫公司 繼上次之後 今次也有來 上次會展出了 很多設定的畫 但是有別於 你坊間可以買到的 它是上色的設定 因為如果你是真的 建兜兜買了所有的設定集 其實它的設定集是黑白的 但是它是 那個是做上色版給大家看 可以說就是 會場才會見到的東西 當然也會見到 河心的真人 河心真人 這個固然是 因為為什麼會有簽名呢 其實剛才說到 C3有一樣東西 就是 香港很難入手 或者很少買到的東西 就會出現 例如我剛才說 那本 Coseph的官方和人本 你很難看到 有些地方可以買到 因為始終 是一本字 和人本形式出售的東西 你不是一些很 直出出版商 去買到的東西 直出出售的東西 影印刷 即是出版的東西 這比較珍貴一些 突然想到這件事 因為在這個 時期的附近 日本應該是 在上虛空之歌機 現在時候 亦都是 發行著 這個長行的時間 會不會有部分的長行 疑似這次的 香港C3 那我就不知道 雖然在座已經有人入手了 包括 首日上映的 有些部分 特別的東西 都要十手買 其實不用債命 其實 3月12號 鎮閥河心政治 和人江端 十三號 都是河心 不過就是天神英貴 我以為是 兩位機械人太斗 天神英貴 我想最為大家熟知的 香港的應該是 基隆警察 他亦都有份 負責Marcos 對 部份的機設 河心不用說 最成名的 一定是Marcos 今次會不會帶回 他的LEGO 一定帶 他說他是LEGO 機械人 用機械人 怎麼變身 是不需要拆件 也不是特別訂回來 用現成的LEGO組件 砌到一部 完全合乎比例 VF1 還是25 VF1 原組 三部變形 真是經典 還要不是很大 記得當年 上次CBO說 全世界只有三部 兩部 三部 三部 有一部是BANDAI 另一部是BAND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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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記了他放在哪裡 秘密基地 除此之外 還有其他動畫公司 對 除此之外 還有來GONSU 近來這件事 終於復活了 經過一陣的沉沉跌跌 破產之後 終於回來 這次也有擺檔 來這裏 近來有留意 開動畫消息 發覺GONSUI 近來復出作 就是《最終流亡》的第二季 《最終流亡》是 他一個TV版 就是一個 TV的原創動畫 一個很久之前 應該可以說 他開寫來 《青之六號》之後 那些作品 比較初期 那次就做第二季 事實上 來到C3 現在都會說到 會展出《最終流亡》 二季的消息 可能是他的原畫 可能有PV 可能有小量的PV 事實上 以現在網絡上來看 沒什麼公佈過這些消息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C3應該是第一首的消息 或者補充 上一次試行版的C3 也有其他動畫公司 例如《普特順艾茲》 也會播放一些 當時未上的動畫PV 因為當時 那一屆 是《東京Anime Fair》之後 但是今年就有少少疾病了 這次的次數 反而是C3 可能會是香港C3 更早於日本那邊 播放的EV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你很難就 放一些掌聲 所以今年C3 應該是會有很多 內貴或者未來有辦的 首次公佈 在日本可能有機會 可以拍攝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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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知道 KF是被很多人杯葛 因為這個 東京都未成年少爺 那邊 說不定 我們可能成年大叔 搞成這樣 搞成這樣 可能C3 如果看回 可能我們有些 說不定 因為我們不知道 會不會參展 參展商 去GAF 但是看回 可能我們C3 那裡的資料 可能說不定 成本量都是不相伯眾 對 除此還有沒有其他 特別著眼的動畫公司 可能剛才說到 就是何修的Stay Light 我覺得 除了Marcox F 近來就合上劇場 和亂離非役之外 其實也都近來公佈了 創死大天使 第二季會出的 那我就想 會不會有機會 那裡有些資料 看回 會不會 可能也有 可能 其實你說 如果的話 可能不會公佈 之前創成的VA 那些的願望 可能有機會 因為 其實協商 始終就是 基戰 Z編 都已經 OVA 會參戰 其實 有機會 會有願望出現 我覺得 這方面也值得期待 因為河森 河森 有份做基設 有份做基設 所以這方面 都可以想一下 所以你說 天神英貴和河森政治劇 這一部分 其實 始終他們兩個合起來 我覺得是 說創性的機會 比例 未必會少於Marcos 其實 嗯 或者我們說了幾間動畫公司 或者說 說說Marcos 其實有另外一間 周邊商品公司 其實跟Marcos 都幾有淵源 那間 大家動畫自直一 基本上是未見過的 但上次的C3 我不肯定有無 但今次又有來 那間就是Movic Movic 其實過往來說 大家簡單出的商品 就是當年的Marcos 設定集的ABZ 其實每年的Commicate 亦都會有不同類型的會場限定 亦都會有不同類型的會場限定 亦會出一下 可能說Face Day 即是梯滿類 空枝警戒的東西 甚至有些人的老婆 那些甚麼K-on類的東西 都會有 那便中差點就死了 有些人而已 其實他就不止的 當然也都有其他類型的東西 例如說Anime那邊都會來 其實這幾間都可以 Costa會來的 這個Costa會來的 因為性質有點不同 那Movic的Anime那邊都會出一些 可能說日本那邊的周邊 例如說袋 或者文具 可能有一些C79 類似的物品 都會有機會來到香港 那些官方的場行 對 都會有 因為某程度上 你在其他的指數裡面 都會看到一些端藝 這個 那先講 但先講到Costa那邊 其實Costa 這個就 比較像說過往 一般的Event 都會有一定份量的先行發售 或者是一些人氣商品的 再賣 其實都會主力是一些T-shirt 或者是一些set 看到一些作品類 例如有天降之物 Ware the gun 就是電池炮 其實幾代 還有梁宮 現在正在上電影 Eva 可以說跟各村那邊 呼應 因為各村那邊都有相關的商品 各村其實暫時 未公佈會不會說 有什麼特別 很特別的會場的商品 但其實正常裡面 好像一些杯 我們以往在動漫節裡 看到的精品 都挺有的 按照台國慣例 就是 這些大展都會出一些輕小說 那方面就出得快一點 比起台灣再快一點 就是出一些他會出的小說 不過這次暫時未知 因為 近來 如果說三月 這個時間 其實台國出的大作小說 好像不太多 應該是說 留回來 現在才出一次 你知的台國 現在會有的 特別活動 就是 首先是 Unicorn的作者 福正問程 就會 簽名會 當然有一些所謂的限量版精品 但現在未知究竟是什麼 有些公司是完全不透露的 例如 例如 MARVEL那邊 超級英雄系列 它有T-shirt 但它的樣子是secret 沒有人知道 它會顯示什麼 特別的圖案 你說精品的話 應該 首先 梁公的 背包 還有T-shirt 剛才這麼說 天降之物 還有 Summer War Summer War 的長刊 的長刊 應該 香港 我記得之前 我在信母那邊 也看到有少量 不過 你說裡面應該現在 有一定的數量 大家都可以去 補購 補購 沒錯 但當然 除了這些 可以說 日本香的公司 都有其他部分 會在動漫節 看到的 例如 曼迪那類 都會有相近的商品 但當然 對我來說 注目性 就不可以說 日本原來那邊 但 說到一間最特別的東西 有看同仁智的人 一定會認識 就是 很神奇 看到虎之月 我看到 我真的 有點驚訝 虎之月來香港 很害怕 但它這次買的東西 暫時 很詳細 還未算很清楚 但 據我所知 我看到一些 比較特別的消息 就是 我看到 跟 Comique C79 即是 最新冬天那屆 的 T2 Art Ever 即是 Tony 那邊的展示圖 是一模一樣的 但 C3 會不會賣回 Tony 的Comique Set 這個我不知道 有報流 我覺得 他真的買回來會 興起一場 寫風血雨 但我可以很容易認 因為 我看到那張圖 因為是兔子圖 是農曆 新年兔子圖 所以 只有這張 沒得爭 他現在給你的資料 會說 賣一些周邊向的 他都很大的字 寫著有Tony 但 會賣到怎樣 或者會怎樣 有機會會有Shining Heart的相關 其實某程度上 我覺得 有些可能會 顧零盤一點的保證 大家可以查一下 大概半年前 應該是 虎珠有個 可以說是 15周年左右的活動 那些 即是 即是 有很多不同類型的商品 亦都有大量的 畫師 當然 Tony當次也會有份 可能會有那陣部分 日本那邊的商品 有機會 在香港 這次可能 事後大家 再找得回 這個 都可以說 是另外一個 蠻特別的地方 但當然 銅銀子應該不會有 李頓上 應該不會有的 那個時刻 應該就 買適合 如果有的話 星期五大家 快點拍去 那個時候還未有 有的話 我們盡早 在我們的 網站中 通知大家 但是銅銀子 不會有 但Figga 是會有的 亦都有不少的 Figga公司 剛才亦都說過 但是Figga公司有些什麼 我們就留下 下一節再說 不如 我們下一節再回來 好 歡迎回來 第二隻的動漫無雙人 我們繼續這個 C3的 潛尖 算不上 潛尖 一定都出現 都是潛尖 潛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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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欄 зем場 地圖匯画 我都是堅塗 那我們和Figga公司 重要的是 這個設計 和動漫 Echo 有部分相似 大家在那裏 看到的東西 這個設計 看不到的東西 這次亦都會看到 見到開的事是什麼 也是那間大廠 Guzmar Company,Alta,Mass Factory,Landalo,Figma,或者一大堆高水準Figga的公司 可能有關的公司,GIF,那些部份的商品都會同期展出來 另外,例如售屋,Codabukia,那邊也會有 另外一間,香港動漫節應該未展示過 另一個是,展示過上次C3,但上次屋屋好像沒有來 那一個就是Horris,簡單來說 他過往是開GK的,不是PVC出品 但他兩三年前開始在PVC戰線,同時也會出DD,即是楊娃娃 他這次過來展示,很有趣的,他用一個展商名單,叫做楊娃娃參展商 但問題是,他可以賣幾樣東西,他可以賣DD,楊娃娃 他又可以賣PVC,又可以賣GK,究竟他會賣什麼呢? 我會賣羊娃娃,我知道 楊娃娃應該是一定的 但據我所知,他應該會有PVC那類 但比較注目的是,他剛剛在一兩個月前,WF日本那邊 Wonder Festival,就展示了Tony的新遊戲的一些,他接下來會出的PVC 那這次會不會來香港,可以展示到呢? 買一定沒得買的,因為他還沒推出 但有機會... 對,鑑賞一下 當然,他也會有其他的,例如他本身Wooks的其他出品 如果你說Wooks那邊,可能還有一些不確定的因素 但Hobby Japan那邊,就比較多一點 他就會有上年Hobby Japan,9月和10月號 自常訂的,百花遼亂那隻,輕生版的,紐出十兵衛 那是一隻可奪的figure 到時候好像可以在會場上買到 那如果當時,應該是去年的年中,7月左右 那時候自常不到的,或者是錯過了想買回來 或者是套動物未完 那時候想買回來,這個也可以 那當然,Hobby Japan就不單止會是這些 好自達,還有一個應該是Gundam的磁石 對,他會有這類的東西 而且Hobby Japan通常會放在Queen Base上的東西 也會有Queen Base的產品 那暫時公布上,就應該就好像說 除了百花遼亂這一隻之外 還會有多一兩隻的限定版公仔 會過來的 但哪一隻就暫時未知道 最期待當然是有些Sabre那類 我想有機會會有的 其實那隻很貴的 那一隻很貴的 對,一個紙皮盒 那你見到完全不知道是什麼 但一邊,內藏寶物的 看他有沒有發現 那除此以外,可以說 另外有一些比較特別的公司 就不算很常見 但反而有些大家可能說 模型迷會比較注目 應該是Bandai 對,模型迷才不會注目 我覺得 以一般的慣例 Bandai每次放Proof 都會有一堆限量版的模型 那今年就暫時公佈了 首先有Unicorn的Destroy Mode Destroy Mode的電導版 還有一部SATA 對,還有一部電影版的 OO的七劍 SD版方面就有這個 流鼻、三角轉流鼻 還有一隻特別版的沙薩鼻 白色的 挺特別的 我覺得這次其實 配色方面其實挺… 挺突然的 我不知道是創新還是什麼 這個可能到時要看看18% 看一個效果 但其實某程度上 你一個反傳統的沙薩鼻 它本身是白色 但如果你自己後製一些電導效果 或者條紋上去 或者再加重光有那個 下了… 不是,處理完是容易的 因為白色是… 光澤是會好少少的 透底的光澤是會好少少的 因為本身它整個步驟 會有少少不同 所以你後期做加工 會容易少少的 其實是會… 會容易少少的 可塑性高弱 沒錯 沒錯 還有其實 今次除了這些 其實有傳 應該可能會… SD-Infinitive 那邊 可能第三隻 就是No.3 那隻 的 Unicorn 都有機會會在那裏見到 除此 其實高達類的產品 都應該有其他 因為都有一些高達有關的人 我看到有些是高達銀巴 那些 我給了一張海報很吸引 那一部 Unicorn 看見不錯 但銀巴裡面 有沒有這麼漂亮的圖案 這個我就不說 還有一隻要看一看的就是 Strike Freedom Strike Freedom 那隻 又是模型的 那隻就不是模型 那隻 那隻就是類似Fix Example XF 或者是Gundam FIX 對 姿勢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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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時看到那個圖表裡面 即是可能你見到那一盒 年尾出那盒 很大盒 你會覺得 砌很累 或者不想砌的 都可以考慮一下這隻 嗯 那就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嗯 是的 但是 或者都說了這麼久 這些周邊商品 或者是其他公司 我們可以說 想想它有什麼 隨此以外 我們 銀包以外 有什麼 很長眼的 其實你會場進去的時候 看看 各位會場的門票是30元 大家都已經給了錢了 其實都要提一提 其實會場那裡 都會有個抽獎 憑票尾就可以參加抽獎 我想其實 如果那次有去到上個禮拜的這個 三月初 在西九六中心的發佈會 都會知道 是有抽獎 雙CV就給你玩足 沒錯 玩完香港玩回日本 東京五天機票來回 加住宿 對 非常棒 我覺得這個 有買票的朋友 記得留回菲美 當然就要 另外會場裡面 其實剛才我們都說到 除了賀心政治 還有 還有 還有不同的表演 或是HOT SHOW 首先 我想 以外的就好像是AKB48 HKB48 其實會有 有哪幾隊 岩左和戴家 就是A隊 跟著 橫江就是K隊 其實這兩隊 就是K隊 應該橫江是大頭的 所以 他們就會 星期五 星期五 星期六 十一號和十二號 就會來 表演 好像還有少許遊戲 還有握手會 握手會 如果是AKB48 應該知道握手會有什麼意見 十一號還有一個重點 當然可能是 我們 一些Live 除了Live之外 就是剛才說 福請問程 十一號的簽名會 另外 十二號 就是 星期六 也有一個演唱會 石川之征 石川之征 Daisy xDaisy 就是水樹公會 水樹公會 Daisy xDaisy 它在日本公佈 應該是唱 差不多一個小時 有八個字 還有一套 Fairytale Daisy 還有一套 Viyoki Viyoki 好東西 好專業 Viyoki Homes 就是 他的四位星優 其實那時候 都是說 他的連遊戲 即是遊戲和動畫 都試過出的 四位星優 都是粉脈登場 其實都是找四位星優 出來表演 十二號 星期六 星期六 比較重點 就是多一些所謂的 表演項目 你可以叫做 大家如果想看 十二號 十二號 是 河心靜治 和江段麗莎 Talk Show 還有一個 我們記得 上次的C3 是即時 揮浩 畫畫 這次應該都 有女子 如果送出來 就更加好 或者可能是特別的 最重要的是 他們會事前事後 巡視業務 然後就會 欺負 欺負 就是有簽名 會 當時買了一款 就是為了簽名 所以如果大家有什麼 想簽的 就記得到時 就帶入會場 混機 原來這麼大幅 怎麼帶進去 是不是難一點 先想想 我們想想 怎麼運去會場 這麼大幅 才能吸引到他的注意力 那倒是 我拿了VF25大草圖 給他簽 十三號 即是星期日 就有 古谷切 不是他倉月星嗎 不是他倉月星嗎 那個人 古谷切 不要聽到這首歌 叫永遠的阿姆羅 今天來講阿姆羅 有兩位星友都會壓實 前成一應該就是Bridge那邊 Bridge那邊 可以說新舊兩個大系列的男主角 而十三號的演唱會 重量級 映山 還有遠藤證明 還有律林 橋本 即是間裡講半隊的GM Project 已經來了 律林會唱新歌 有機會的 但據我所知 他應該沒有人應該有想唱 都不少 因為時間高一點 十三號始終就是 叫做十三號那個Show 因為沒有十二號那麼多人 所以時間上彈性應該是多 日本那邊我收到的消息 一定超過一個小時以上 兩個小時多一點 其實我聽遠行證明唱 《超爺三姊妹》那首戰女歌 正經戰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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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善者 不用了 我只是交加吉 他唱回交加吉 我會說的手就行了 我一直都沒聽 你有沒有機會聽 好 那我們期望下 我們 橋本我去唱大帝國 這個想要難一點 有些難度 大家大帝國這樣 大家明白了 不明白的就是 不明白的就是自己回去 讀下 Youtube究竟是什麼來 其實都要聽阿貴的唱歌 但也補充另外一點 星期二日 即十三號不止有歌聽 陀心政治仍然留守陣地 這天就是天神英貴 喜歡機智的朋友 他都說明是medical design 基智方面 如果喜歡機智的朋友 值得留意 就是他的經驗 最重要是有機動警察的東西 記得那天就 其實未必一定要機動警察的 因為過往 天神英貴有兩本的art work 一本黑一本白 白那本就長一點 2005年 但黑那本應該是去年年尾的事 我好像有一半 好像還沒在一起 這個月其實還有一本 2月21日有另外一本 又是白色那本 不是再版 是second edition 所以如果有的 又可以看看有沒有機會簽名 最後其實我們講回 始終就是 這些那麼大型的 日本那麼多重量級的公司 也好 或者陣容過你 其實真的 以往真的比較少 除了上次CV試行版之外 就真的未試過一次那麼大陣仗 其實很簡單 你會看到有日本導遊局 已經覺得非常之官方 是一個人來了很厲害 現在差不多一隊 半隊 有整個打 可以說 某程度上 你看到這些官方機構 也證明這個可以說是 日本對外展示的一個場所 所以很理所當然地 陣容不容忽視 也都詳細來講 很明顯 日本官方參與 很明顯 因為其實 我們上次試人版 整體上 應該說 在會場的佈置方面 其實是不錯的 因為真的走得很舒服 很舒服 整個場 人流管理方面都不錯 對 好像動漫展 逼人在這條海 不過這次可能有機會都會多 因為始終的陣容太強大 我覺得 還有有知名度 上次的會場 是分開了 這次是在會場裏面 這樣就會不同 而且你說 始終在會場方面 場的幅度 彈性就會大一點 始終配套方面 比上次的狗展 狗展始終是試人版 你始終都要有些 上代測試 其實也看得出 有關當局 很重視 很強調是原汁原味 試完水溫之後 試完水溫之後 吸取了經驗之後 才來一次正式 值得大家期待 尤其很記得 發佈的時候那位主席 也很強調是原汁原味 將它帶回香港 另外一方面 他也很強調 尊重Cross Player 你也會看到 他會說 有相關的配套給他們 同樣道理 大家可能排隊排得很辛苦 進去等看表演 他也會寫明排隊區 你見到他人流方 其實他會有下心思 因為始終是由2月初開始 已經開始錄續的宣傳公式 其實就是昨天 星期日那天 已經有一個 3月6日在旺角街頭 之前也在銅鑼灣街頭 有試過 派這個禮事 就是派這個禮事 昨天應該是Crossing魔之血 好像是 可以說 他不單止可以 他始終有別於動漫 他會是一個 除了最新的 也會有文化性 應該說 Crossing魔之血 我們聽眾裡面 很多都比較熱衷 這個動漫文化裡面 其實他裡面 這個展裡面 應該會看到很多 以往你是一般的動漫展 看不到的東西 好了 今天介紹 去到這裡 今天之後 我們有什麼情報 我們都會陸續 我們之前拍了的一些相片 都會陸續發佈在我們的網頁 大家可以留意 好 今天時間到這裡 再見 拜拜